唉,我們去玩我們昨天的一套牌組 就是這一套,我昨天講了一套帶走牌組 那我們今天繼續來吧 不錯啊 很大膽耶這個 跟你拚啊 根本找死啊 結洞耶 怎麼辦 靠北這結洞真的用得不錯啊 很好吃耶 喔 可以換可以換可以換 nice 5加5 法師擋一下 飛龍 nice nice,可以可以 它是屬於硬上型的那種 這邊我們剛好也沒卡片了 毒可以準備 毒可以準備 它看起來是沒有什麼法招 我們再用一個熔爐 哇很毒啊很毒啊 哇哦 太神了 剛好被他換了一套耶 可以考慮5加5或5加9 跟它拼了 好可怕 唉唷,打算混到底了就對了 蝙蝠上 唉唷 屎 這扁回太煩了吧 噢,防止死了 一個去擋箭就好 嗯,後面可以飛龍家那個 不用加法師 5加9 5加9公後面 他沒有發現 再一個毒物吧 我太想要強拆我他 這邊 用一個皮卡就ok 不太行啊 他的隊友太猛了 天啊 哇 哇 不太行啊 哈囉,掰掰 沒關係,我們會分析我們輸的原因喔 這是大陸的玩家吧 還是香港的 今天我維修一陣子喔 還有我有點小生氣 因為我那時候玩的時候他在維修啊 然後複製到一套牌組 第二套 我們下一集就要用他的這個角色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 我覺得他這種贏的關鍵是蝙蝠 蝙蝠 蝙蝠 那再來 我要幫給這一隻 黑暗王子 因為他的黑暗王子其實幫他擋了很多傷害 那再來我要幫給他的冰凍 因為其實我被這一招 呃 老實說我被這一個 刻得要死要活的 那我們今天的牌組就是用這一套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輸的牌組就是這一套 好啦,祝福掰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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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